打到第二回和潘家运如同第一回合一样 开局猛冲试图拿到比赛先机 汪蔷龙也不会是老拳王 一技出人意料的高小腿直奔潘家运头部 踢得潘家运有些晃 但18岁的潘家运恢复能力非常快 并且直接开始继身拼拳 让对手的腿法无用武之地 这种扫踢在潘家运出拳的时候 这种扫踢迎击其实很可怕 你看打到第二局下半局 旺开龙这种反击啊 相对前半局来说就做得少了 对因为也受到几次重击 确实是受到几次重击